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很多选伙伴给了我很多的意见 主要是什么呢 他们都在说小路由的应用场景没有我说的那么多 说我如果家里有路由的 我为什么不直接科学上网呢 非得加一个这个 要么我自己在家里装一个软路由是不是也可以呢 很多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我这个路由是给我一个朋友的 他家里有的是一个普通的路由器 而这个普通的路由器又不具备科学上网的功能 所以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 再一个就是在他家里就他一个人需要这个功能 他的老婆孩子都不需要这个功能 所以说他只需要在他的电脑上简单的调整一下就OK了 这个路由其实是针对一部分人的 不是说大家都可以用 或者说你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用的那么舒服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这个依然是nanopad的一个产品 这个nanopad是RE 这个RE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接下来我就带领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的主角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这块板子同样是非常的小巧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两个网口 现在这两个网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了 如果是有两个网口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科学上网的路由器 刚才我们的摄像小哥又忘了帮开灯了 那待会接着继续把它埋了 不过这次好多了 这次你们大家会发现看得清楚多了 这会追上焦了 这个表扬一下 谢谢谢谢 不客气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组装 这次的这个板子是H3的芯片 而不是H5的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H3不一定够用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做工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位置会稍微有一点拉手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拉到自己的手 好接下来把这一步上完了之后 直接戳进去就可以了 好了 最后呢 我们再上这个小尾吧 搞定 装完了之后呢 这就是妥妥的一个双网口的无线路由啊 是不是很漂亮呢 然后也很小 跟我的销售比一下 是不是非常小 我买的这个呢 是不带固态的硬盘的 由于资金比较有限呢 我就买了一个16G的内存 那这个内存卡呢 只要20多块钱 还是很便宜的 然后大家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小盒子啊 两个2145的网口 一个千兆的 一个百兆的 那这边呢 有一个供电接口 是miniUSB接口 背面呢 是两个2.0的USB接口 那底下呢 这有一个TF卡的插槽 这个是插什么的呢 给大家留个题目 看看谁能知道 好了 那这个nanopad的R1呢 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非常之简单 那接下来呢 我就领大家一块去 刷入一个OpenWrt的系统 看看它到底怎么样的使用 好 那我现在开始教大家怎么样安装这个nanopad R1 首先呢 我们打开网页 打开网页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nanopad的一个简单的界面 它这里呢 有一个官网的价格 这个是美金的 大家在这呢 可以看到nanopad有两个配置 其中一个配置呢 是1G的内存 8G的EMSC 那其实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小的硬盘 还有一个呢 是没有硬盘的 它的内存呢 是512的 对于我来说呢 其实做成一个软路由的话呢 其实512的就足够有了 那下面呢 有它一些简单的图片和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这呢 我就不给大家再重复了 接下来呢 点击登陆的之后呢 会到了这个页面 在一个页面下面之后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nanopad R1的这个选项 那后面呢 有两个下载方式 你可以选择谷歌云 也可以选择百度云 任意一个都可以 那由于金水这边已经下载过了呢 在这呢 就不给大家演示如何的下载了 我们现在把网页关掉 那现在呢 我已经把我的TF卡插到计算机上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像上一次一样 帮它重新刷入一个openWRE的固件 好 我们还是打开这个软件 那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呢 我会放在屏幕的下方 首先呢 我们选择固件 那这个呢 就是我之前下载好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nanopad H3的这个版本的 它的主程序是4.14的版本 好 打开 这个时候呢 这个软件会自动认到这个TF卡 然后我们点击 然后我们点击刷写就可以了 进水之前呢 是已经刷写过了 在这呢 我就不重复刷写了 在这要多说一句啊 如果你之前用的是新的一个TF卡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刷写 如果你是用的旧的TF卡的话 那你一定要用一个磁盘工具 去把它的分区全部格式化之后 把它制空 恢复到初始状态 然后再去刷机 这样的话呢 效果会更好 而且也不容易出错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TF卡 插到我这个卡槽里就好了 OK 现在我们已经插入了 听着这么别扭 好 大家可以看看这一面 那这一面呢 蓝色的这条线呢 是我已经接到路由上了 那白色的这条线呢 是我已经接到了电脑上 那接下来呢 我需要把它通电就可以启动了 OK 好 我们已经通电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网卡的灯呢 已经交替的开始闪起来了 现在我们把它转到正面看一眼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系统的灯已经闪起来了 待会儿这个腕口和蓝口的灯 也会依次的亮起来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蓝口和蓝口的灯 已经常亮了 说明已经启动成功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在电脑上 对它做一些简单的设置 好 我们打开浏览器 登录的网址是192.118.2.1 登录名呢 是root 密码是password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进来了 那这个界面呢 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openwrt的一个界面 现在上网的类型呢 是dhcp 如果你需要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pppoe不好 那上面呢 有状态 系统 服务 储存 vpn 网络 等等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接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口啊 我们如果要一修改的话 你要把你的上网模式 进行一些修改的话 你就到这里修改就好了 那在这呢 我这里就不变了 好 那下面呢 这个是无线 这里默认的wifi 是没有密码的 你只要用手机或者其他移动设备 访问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那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本套系统呢 是已经集成了SSR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列表里面是看不到的 大家可以在服务里面看到有广告屏蔽大师 上网时间控制 动态DNS WiFi计划等等等等 但是就是没有我们真正需要的SSR 那其实呢 它并不是没有 而只是被作者屏蔽掉了 那接下来呢 我就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把这个屏蔽掉的内容打开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一个Xshell这种类型的工具 如果你是在Mac上的 其实你只要用命令行就可以完成 好 我们现在打开Xshell 我在这呢 使用的Xshell6 你有其他版本呢 也是OK的 首先呢 你要新建一个 那这个名字就随便取了 我取一个R1 主机名192.168.2.1 端口22不变 身份登录 用户名 密码 password 点击连接 保存并接受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呢 就已经连接进来了 在这呢 我们要使用一个神秘的命令 反正悟空是这么告诉我的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文件 这里面又一条神秘的代码 我们只要把它复制上 粘贴到这里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按一下回车 这个时候呢 Mac系统和Windows系统呢 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 在Mac系统下呢 它是可以给你一些反馈的 但是在Windows系统下呢 你是完全看不到 它有任何的反馈 现在这种情况呢 我也不确认 有没有刷上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返回网页端来看一下就好了 我们打开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 在服务里面 这里是没有我们想要的选项了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刷新一些页面 再来看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服务里面 多了一个SSR Plus的选项 那这样呢 就说明我们刚才的工作 已经操作成功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可以把XCL关掉 好 我们接下来简单说一下SSR 这个SSR的情况呢 跟上一期我们做的那个 NanoPen NeroTool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呢 首先我们要添加一个服务器的节点 这个客户端呢 它是支持SS SSR和V2ray的 这三种格式 首先呢 我们打开服务器节点 那我们需要在这里添加一个订阅 下面我们点击保存并应用 然后我们点击更新 更新完了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在下面看到我的这些节点了 然后呢 我们回到客户端 这时候呢 我们的主服务器是停止的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的电脑呢 YouTube是打不开的 好 我们返回来 在这呢 我们随便选一个 我们选一个美国的吧 这时候呢 运行模式 我建议大家 把它改成全局 好 点击保存且应用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SSR Plus加 已经变成绿色的 并且在运行中呢 那就说明 我们的节点已经连接成功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YouTube 它已经正常的打开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简单的找一个视频测试一下 好 我们随便找一个我的视频 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水神技能 好 我们看一下详细统计信息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其实并不是很理想 这个原因有非常多 那跟我们现在的网络 包括我的节点 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呢 我是非常希望给大家看到 现在这个稳定性的 就以现在的节点 还有包括 这个小东西的 这个运算能力来说呢 对于普通家庭使用的这种 SSR呢 是非常够用的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就可以知道它非常的稳定 好了 在这儿呢 我就不过多的给大家做演示了 接下来呢 这个小盒子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就是它这个小盒子还自带了一个WiFi 好 我们来检查一下它这个无线的功能怎么样 好 那我现在呢 连接一下这个WiFi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机上呢 已经登录到这个WiFi了 OpenWRT 在电脑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WiFi的接入了 那它的接入速度呢 上传和下载都是72招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起来速度并没有那么理想 下载是40招 上传是50招 看来上传比下载更给力 好了 那在手机上呢 我就不给大家尝试的播视频来测试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组数据的对比来说呢 其实 不管是在手机上 或者在电脑上 简单的轻度使用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通过我刚才的演示呢 希望大家都已经看明白这个事是怎么做的了 其实方法很简单 你只需要在SD卡上刷入这个OpenWRT的系统就好了 在这呢 也感谢这位大神帮我们魔改的这套系统 那首先这个系统是 比较好用的 而且它相对比较小 对于我们这种新手玩家来说呢 还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它的上手难度也很小 所以说这个小东西呢 我之所以买它 就是因为它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会有很大的作用 金水是一个经常出差的人 大家都知道 平时一旦去到别的地方呢 可能就会丧失这个科学上网 那虽然说呢 我的手机啊 笔记本啊 都有这样的功能 但是不是说我每次去一个地方呢 就一定会用我自己的笔记本 有可能是其他同事戴的 这个时候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我觉得我现在有了它出差的时候呢 一定是非常非常爽的 这是我的一个出差力气 那在这最后最后呢 还要多说一句 就是你在买这个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哦 像这个小东西呢 一共有两个版本 那第一个版本呢 就是我买的这种 它是512兆的内存 然后呢 是不带固态内存的 那另外一个版本呢 是一个G的内存 然后呢 它是自带呢 是8个G的固态硬盘 所以说这个小东西呢 我在买的时候呢 我选择了这个512的 而这个是比较便宜的那一版 再一个呢 就是由于它需要插TF卡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方便 我来进行刷机了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注意 它有这两个版本 千万不要买错了 再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商家 再给你推荐 什么USB调试口 那这个你也需要注意了 其实在拿R1 当软路由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用不到的 那如果你想买 也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那一定要注意 这里其实是个坑 我提前告诉大家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想看到 更多相关的内容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那就请你点赞评论 转发弹幕 什么一条路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 订阅的小铃铛 因为它会在第一时间 把我最新的内容 推送给你 无论怎样 您的支持 都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